好孩子 今天是113年的10月7号 其实这一个多月 就你们从9月到现在 对我来讲 我总会希望有 一两个月两三个月 然后可以自己录一些话 除了给你们 我也想要给我自己 应该是说来记录我自己每一个阶段 心态上的成长吗 或者是一些记录 但前一阵子我真的觉得很忙 而且老实说也很累 尤其台风架 台风架那三天 大家都在家里 然后又刚好月考 所以很累很忙 又一直很多问题 所以我几乎花有 八个小时跑不掉吧 一天大概一百多题 有一百多题 所以一直在回题目 所以其实有时候也会想要跟你们分享 负面情绪 然后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负面情绪 就是很累 好你你不是说对谁 或者是对什么很很生气 或者是真的很不快乐 只是说有时候你在忙碌的时候 你自己心情上就会觉得很累很累 那负面情绪这件事情 如果我未来真的有一点点心得 我再跟你们分享 只是要让你们知道说 当你们在累 当你们在水深火热的同时 我们这些线上老师 其实也都真的都在stand by 你们的回复 所以不是只有你辛苦 其实大家都 都蛮辛苦的 好我只是想要先讲这一点前提 那我很久没有录制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聊一聊 那我的开头我想要让你知道一件事 就是你如果目前的你们 因为大部分是线上的孩子 你想要多自由 你就要多自律 这件事情是我对我自己讲的 那我先承认 有些事情我做得到 有些事情我没有做到 就是我对我自己的时间分配 或者是运动分配 真的没有做得太好 虽然说我有努力在做 可是我确实会跑掉 就是譬如说 譬如说前三天 那个台风天 我连运动我都没办法 因为我就一直做在这上面 那 你是说饮食习惯 或者是减肥 或者是什么 对我来讲我真的没有做得很好 我也必须要承认 但 我觉得工作这件事情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我还是有负责的 就是你们在问我的同时 我都有很认真的 尽快恢复 我觉得我有很认真的 去把这件事情做好 然后包括我的课程 我还是有努力的去 慢慢去把它完成 好 所以我就从这个开 开头去出发 每个周末晚上 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什么 就是 其实在我教书 大概十二十到十五年前吧 这是年前 你们那时候当然还没有出生 大部分都还没有出生 那时候我记得补习班的每个礼拜六跟日 每个礼拜六还有日 基本上都还是有排课程 就是礼拜日的晚上 其实应该说礼拜日的整天 还是有很多孩子在补习 那时候六跟日都有补习的课程 那当然对我来讲 我那时候就是开始在跑那个家教跟补习班了嘛 那每个礼拜六跟日 我们就是从A这个点上完课 然后会赶到B的这个点 那时候我人在台中 所以我在A到B B到C的这个赶路的过程中 有时候就会礼拜六的晚上或礼拜日的晚上 那我就会经过餐厅的门口 当我骑过去的时候 我其实会非常非常的羡慕 我很羡慕 为什么 因为你会看到里面很多人 就可能在排队等吃饭 那一桌一桌一桌的吃饭 但其实对于我们这种 补习班的老师来讲 我们礼拜六或日 有可能一天真的 一天可能只有早上吃一个早餐 然后再来就是晚上10点多 11点的宵夜了 这中间你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 坐着好好吃个饭 顶多拿个面包咬 所以对我来讲 我那时候觉得 哇那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好想要一家人坐着吃饭 所以当我周末晚上在赶课的时候 那个感觉会更深刻 你知道那时候还是就会排队了嘛 那你就会看到大家都在吃饭 吃火锅 吃吃buffet 所以我就觉得很羡慕 很想要有这样的生活 好但我知道那时候的我并不行 因为我根本没有那个时间 呃去做这个动作 因为我得要上课 因为我要我要我要工作嘛 好所以那对我来讲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忆点 嗯 当然我的课程一到五的晚上 你可能就大家想成六点到九点半 这都是我上课的晚的一到五 那礼拜六呢 就大概是可能早上的九点 一直到晚上的九点 然后礼拜日也是早上的九点 一直到晚上的九点 这都是我们的上课时间 这补习班老师本来就都是这样 一到五 而且如果你有塞满 那就真的是很幸运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叫做满堂 这个我们都叫做一条龙 你应该听过这种东西 就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 那中间就可能是赶课这样 那我记得 在礼拜六的时候 我在台中上课上到五点 有一个课上到五点 那六点的时候 我要在竹山 那时候我有一个课在竹山 我就要从台中赶到竹山 这大概要一个小时的车程 也就是我五点要准时下课 我要六点就要到 所以这一个小时我完全都在开车 我连停下来 可能吃个东西都是奢侈的 就是买个咖啡也是奢侈的 所以六点到九点上课 然后从九点到九点半左右 然后到九点半 然后开车回到台中十点半 所以我这一天的工作行程是这样 所以这个从台中开到竹山这段路很累 因为也要开一个小时 来回要两个小时 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就下完课 然后其实精神也累了啦 然后回去的过程中 我就一边开车 我就竟然真的有点杜估 我就完全是杜估 然后杜估到 就是可能去 那个碾到那个中间那个凸起的那个地方 那逗逗逗我才醒来 那我才醒来 我自己又吓死 那真的是吓死 因为很累 因为一整天下来 其实那体力消耗真的是蛮累的 那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 好我真的不行 因为那时候我跑竹山也跑了三四年 两三年了 那越后面体力真的会越差 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说 好就这一个学期教完 我不要再接了 因为我这样子跑真的太累了 所以 那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记忆点 就是我那时候知道说 我不想要这样的生活 我现在已经 我那时候三十五六岁吧 那我想说 等我真的跑到四十五岁 我哪有体力这样子跑 我根本不可能这样 所以我知道我不想要这样子的生活 所以 这就是我另外一个记忆点 我想要吃火锅 然后 我想要跟家人一起吃火锅 我想要 我不想要这么累的 跑来跑去 这样沿途赶来赶去 嗯 但 后来遇到一些事情 然后就是 后来我有 回来 然后交了一些 比较乡下的孩子 那 会开始这个 线上的课程的契机点 应该是说 会开始有YouTube的分享 都是因为这个孩子 因为这个孩子跟我讲了一句话说 老师我不会 我那时候在学校代课 好 代课 然后 应该说代理 我有代理 一年还是半年 我忘记了 对不起 我有代理 我有代理老师 就当导师 然后后来这些孩子 在五六年级以后嘛 然后他们毕业了 然后在国一的时候 他就回来 然后拿着一本 补习班老师给他的练习 然后他就说 开业我不会 然后说 你不会什么 就那时候是指数率啦 科学记号的单元 然后他说我都听不懂 我说那你们老师有教吗 我说他就说他就讲个几题 然后就拿着一本厚厚的 应该二三十页有的练习题 就给他 然后他就说你们就回去这一期啊 多写就会了 那就这样讲 然后他就说老师我不会 他就说他不会 我说你们老师才讲那几题 你哪有可能会 然后后来我说那你真的想听吗 那时候我就拿起我的 那个平板 对不起拿起我的电脑 然后他说好 如果你OK 我就录给你听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交了十几年了嘛 所以这些单元对我来讲都是简单的 然后就开始把它录制分享 然后传到YouTube 然后传到YouTube 会传到YouTube的方式是 的原因是因为他很方便 因为他不用钱 放那些东西不用钱 然后学生要去点就去点 所以一开始真的就是这么简单的想法 所以我就开始录 然后开始传 然后开始一直往下录 一直往下传 因为偶尔还是会看到有些人 然后不多可能十几二十个 或者是观看次数可能一两百 我那时候还自己拿着手机 然后自己在那边点影片 想说这样子的点阅次数 会不会是多一 有没有 那时候就很可怜了 就自己在那边点 那时候想说至少多一点点吧 不然会被笑死 确实后来都是被笑的 也就是说老师你的那个点阅次数 怎么烂成这样 我会常常被笑 但我那时候就觉得反正就是录制嘛 对我来讲又不就只差就只需要时间 我不需要什么成本 我就录完然后就放上去录完就放上去 然后就开始有一些影片 开始有人看开始有人注意 然后一直到一位家长跟我讲说老师 你有没有线上课程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老师 我就想对我自己对话 我说不用钱的都没有人要看 有钱的谁要看 我那时候其实对我自己讲的这句话 那当然我那时候就想说试试看 然后再来把它做得更完整 然后做得更像我想要的 就像现在你们遇到了这样 所以这都是我的一个契机点 所以当然时间点有点不同 在这个时间点 我在29岁从台中回到嘉义 在29岁这一年 然后因为爸爸的事情 所以我必须回到嘉义重新开始 那这个地方大概是35岁的时候 我已经发现我没有体力不好 所以我不想要在这样的生活 可是没办法 那时候我需要钱 我真的是需要钱 那这个其实是大概是 从25岁一直到29岁这个时间点 我把时间点跟你们大概分享一下 所以这个老师我不会是大概在 也是大概在35岁这左右 大概这左右 因为我我先上课程这时候都还没有开始 那时候就是单纯分享 34 35岁 好我记得冲头冲头 我33岁的时候冲头出来吗 所以大概是这个时间点 好所以我想要讲的是说 其实这一些连串发生的事情都让我自己发现 第一个 嗯 我想要让我自己自由 我很想要自由 我所谓的自由是我想要 晚上六点的时候不是在补习班 而是在去看夕阳的路上 我想要 嗯在冲头两岁三岁的时候 我想要陪着他多陪着他 我想要冲头从上学下课 回来的时候 我可以在家里跟他吃个一 吃一下饭 OK 那不一定说陪他多久多久 但就是不要让他觉得回到家没有爸爸 那会不会他长大之后 他会觉得其实好像我是没有爸爸的 但恐怖 因为如果我今天做这样子的 课程安排 你会发现你看这个就是你们上学 回来的时间 这些时间我都在外面上课 冲头是看不到我的 所以我不想要这样子的 我不想要当这样子的爸爸 我也不想要这样子的生活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那个契机 有那个家长问我之后 我就想说好 我努力做做看 我看我能不能把它做得好 当然如果真的不行 那我就回去跑实体 我就没有什么话可以讲 所以我就自己努力做 但 当然这个东西我要非常非常自律 因为那时候我的课是满堂的 所以我每次录这些影片 录那些影片的时间 永远都是在晚上十点半到凌晨两点多 大概是这样 因为下课后才能录 所以都是录到凌晨两三点 就是有时候半夜还在那边自言自语这样 好但是 我知道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子的生活 所以我就努力去做到 好 OK 虽然说现在还是会很忙 因为我要忙着回复每个人的询问 提问 还有家长一些忧 忧虑啊 担心的地方 还有一些孩子的状况 其实我每天的赖的讯息 绝对都超过100到200折以上 好其实一定一定会超过 好然后 提问的至少也都五六十以上 到100多好那考前到的就会更多 所以 我想要讲的是说 不是你们而已 就是每一个人 其实都为了自己的工作 跟自己的未来在努力 那你们现在其实也是 一样在努力 只是说你有多么的想要 你很想要某一个学校 你很想要某一个成绩 你很想要某一个关注 你很想要某一个称赞 你为了这个称赞 你愿意付出多少 这是我想要讲的内容 就是老师 我很想要成绩好 但是我看完影片 我就抄下来了 反正我也不懂啊 那其实你不懂 你就会 需要去更细心去思考 跟把它弄懂 对吧 我不可能未来找到了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太累了 第二个工作太热了 第三个工作起床太早了 那我就不想要 那你就会搞到 你没有 每一个工作 你都没有得做 所以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想要的东西 当然 这个东西都会来自于 如果你有成就感 你就会做得更好 对吧 可是重点是 你到底付出了多少 这是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 好 不管今天是不是功课 其实你只要学才艺 你学钢琴 你学小提琴 你学吉他 你还不是一样都要花时间吗 只是说 那个对你很重要吗 好 我想要学会吉他 我想要自弹自唱 那这个时候 学会当然就很重要 OK 所以 我说你想要多自由 你就要有多自律 当然 我现在讲的前提 都是在功课上 好 功课上 那 我这个危机就是转机就是 其实对我来讲 那时候我回到了嘉义 我是完全归零的 因为我台中的课全部都取消掉 全部都停掉 然后回去就陪家陪妈妈住 爸爸后来离开嘛 所以我回到家全部都是重新开始 可是如果我没有回到嘉义 我不会去偏乡的国小教书 我不会知道说 哇 其实偏乡的那些学校 国中或国小 竟然跟未到小明 明道的那种孩子的资质差了这么多 他们的读书的环境差这么多 他们读书的资源差这么多 有些人一个月的家教费可能是三万四万 可是有一些人孩子的一个月 他们整家人的生活费其实只有两万五 这两个是差超级多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偏乡差距 那当我有那些思维 我就做了这些影片分享给全部人 我现在讲的是YouTube上面的 那因为我想要把我台中那些交到的资源 就把它录制下来 然后免费的分享上去 那当然后来我觉得老天爷眷顾 然后让我自己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 就是我们现在你现在上的这一条路 可是我还是一样老实说 我没有因此而收非常非常大的费用 我觉得我收的费用是合理的 我真的觉得对我来讲 对你们来讲我觉得都是合理的 但是我觉得虽然对我来讲 爸爸离开或者是那些事情是一个很大的 蜕变吧或者说很大的低潮 也是我个人的危机 因为我在人生29岁的时候我工作是零 那但是我就重新开始 而且我那时候存款不多 因为我之前花费都比较多一些 那我人生到30才重新开始课程 或者是实体课或者补习班 我那时候甚至会去找那个送货的工作 因为它是我随时都可以去上手的工作 但是后来刚好有找到一个补习班 愿意收留我就是在我们这附近的 所以对我来讲这些是我的危机 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危机 然后但让我有了另外一条路可以选择 所以有时候对你来讲考叉了 你可能会非常非常难过 甚至你考叉之后被同学耻笑 你说他平常不是很厉害 平常平常不是成绩都90几 怎么这次考60几而已 哈哈就在笑你 当然你可以很难过或者你可以很生气 可是你没有办法做什么 对不对 可是你只要换一个念头 就说好啊 我下次我就引你 就让你住嘴 所以只要你愿意换个念头 我觉得有时候任何的危机 都会是你个人的转机 所以有时候你 当你遇到了挫折 当你遇到了难过的时候 你就调整一下你的心态 你会知道说其实OK 没关系 反正我这一次让你们笑 我下次证明回来 OK 所以对我们来讲 对你来讲 你们现在的危机应该就是考叉 好 你会应该就是考叉居多 但我觉得就把它自己 跟自己喊话一下 把它做回来 因为说不定 因为这个东西 你知道你自己的缺点了 然后你把它改过来之后 你以后都会更加的顺利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在做的过程中 一开始我们都觉得自己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们要证明自己可能 就好像我那时候觉得线上课程有可能吗 所以我一开始我记得第一年我收25个人 我自己试试看 然后再来就慢慢的人数会越来越多 就慢慢的长大 自己跟自己说 那我可以做到这项吗 我可不可以把这些人的事情都做得好 那我要怎么做 这中间的SOP 我自己的标准流程 我自己都有很认真的去思考 然后我要怎么样去做 我自己做得好 我才会去答应这一件事情 所以我很想要自由 回到这一句话 我真的非常非常想要自由 我想要有一个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时间 好我可以掌握我自己的时间 我可以决定我自己等一下要做什么事情 我不想要被绑在补习班一整天 我不想要从早上9点进去 然后可能从晚上9点离开 我不要这样的生活了 因为第一个我体力可能不够了 那第二个是 这样子我会看不到我的小孩 我没有办法陪我孩子出去玩 我没有办法陪我孩子出去住 出去跑一跑 所以 这都是我想要的 所以我就会想要努力去达到我怎么样自由 OK 所以 跟你们分享这些东西就是让你们知道 你可以 好 其实 你只要很愿意 只要有那个决心 其实你可以把 线上课程学的比实体还要好 如果你的线上课程都听不懂 应该说 你都没有很想要认真听 那你的实体课程你到底会多认真听呢 对不对 我就觉得不太一定 说不定也是没有很认真听 最后 时间不会等你 好我说 大家都在努力 只是你没看到 再讲一次 你要去假想你的这些敌人们 大家都在努力 而只有你在那边每天打电动 所以 时间不会等你 因为他们还在成长 你就是原地不动 或者是往下沉沦 而他们都往上了 所以你们的差距会越来越多 OK 所以 你一定要把握每一个时间点 你可以有放松 我说你可以放松 你也可以打电动 你也可以看个电视 我觉得只要家人允许 当然都可以 但放松不代表放烂 很多孩子都会想要放松 结果最后是把自己放烂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你们都把自己摆烂了 烂了之后才来说啊我就不会啊 我就怎样啊 孩子是你自己把自己烂掉的 因为 你给自己太多的理由了 OK 好 当然这句话不是在骂你 我也在骂我自己 我说 当我自己没有去运动的时候 我也是给我自己很多理由 我觉得我们公平起见 我不是说你们多怎样怎样 我就多怎样怎样 没有 我们都一样 我们都会有一个 嗯 这个问题点 只是问题是 你可以承受你自己烂掉吗 就是你的成绩如果到40分30分 你都OK吗 你觉得那是你想要的吗 如果不是 那就麻烦你 拉回来 好就是拉回来 不要去放烂自己 最后我想跟你分享的是说别抱怨 因为老实说 我觉得我很少抱怨啊 因为我知道我抱怨没有人会帮我 也没有什么用 所以 我就会想要跟你们知道说 别抱怨 因为你抱怨谁谁谁很聪明 我自己很笨 那没有用 没有人会 不会因为你这句话 你就忽然变聪明 也不会忽然间觉得说 那个谁谁谁都不用读书啊 就可以考很好啊 我自己那么努力读啊 我都考不好 我就抱怨 我抱怨之后 他就会考很差 我就会考很很考很好 绝对不会有种日子的时候 所以不用抱怨 我觉得 挨一挨可以 就讲一下 好啦好啦 就自己 就再努力一点嘛 自己跟自己对话一下 那些没用 那我就自己努力 我觉得就大概是这样讲一下 就好 不然你一直抱怨没有用 那我所谓的有一天你只能靠自己 是什么时候呢 你会发现当你们18岁之后 当你们大一大二大三 当你自己需要自己的生活费的时候 当你出社会的时候 很多决定都是你自己决定了 你只能靠自己 不会有人帮你决定 但我希望你在这个之前 你有足够的战力 尴尬 好 你有足够的战力 这也是我最不会写的国字 好 你有足够的战斗力 可以去赢过 这些同年纪的孩子 那什么时候 要做好这些战斗力的准备呢 当然是今天 OK 好 加油 最后再分享一下 我希望你可以把这一段话 放在你身上 你未来想要夺自由 你未来想要变成一个多有能力的人 那你就要夺自律 好 我觉得放在任何的职场上 放在任何的环境上 这句话当然都适用 好 很赞的一句话 给自己这些 刚刚讲的那些你可能都会忘记 没关系 你只要记住这些字 你想要夺自律 OK 你就要夺自律 好 我忽然想到一个故事 我想要补一下 那时候啊 我在家里录制那些影片的时候 就半夜录制影片的时候 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一阵子睡不好 然后 我记得我的屁股就长了一颗很大颗的 应该是痘痘吧 不是痘痘 确确定一定不是痘痘 但是很痛 就坐下去很痛 但是我还是得要录啊 那怎么办 我就记得我去拿了一个 那个甜甜圈的那个坐垫 好 然后 就坐下去很痛很痛 然后我就拿着那个坐垫 然后就坐下去 然后要调角度 那当我找到一个 坐下去比较不会痛的姿势 然后就坐着 然后就维持那个姿势 永远都不敢动 然后就还是得要录制嘛 那没办法 我还是得要录 但我想到这一个画面 我就会觉得很好笑 我那时候为了要 把这些东西录好 照每天的规划录好 我即使很不舒服 那真的是很痛 那不是假的痛 那非常非常痛 我还是很努力的去把它录制好 所以现在回想到那时候 我就觉得很好笑 但 这就是 这就是付出嘛 这就是付出嘛 所以 好 尾巴补一下 这一个小故事 不客气 那是的 deck